好,那雖然我們剛剛不小心經歷了當機 但是很快又回來了 那麼我們跟各位介紹一個在免費設計資源這邊 有一個PN區跟SV區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兩個關鍵字 有嗎?沒有 為什麼要用到這個 因為我們在做簡報也好 在做我們的這個影片也好 我們常常會需要什麼 做去背 我們講的就是把背景去除 那如果說這張照片是你自己特意拍的 那當然是要自己處理 對不對?就是說你獨有的嘛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找一些插圖 假設有背景的話 是好像剪刀降虎就把它黏上去那種感覺 效果比較差 那我這邊開一個新的 我用空白的 因為來不及的 來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常見的尺寸進來了 又回到我們剛剛第一個測驗了對不對? 所以了解過之後 你現在就知道為什麼要用這樣 那我稍微不要放那麼大 我把它稍微小一點好了 用這樣好了 那你如果用空白的 你就會自己決定 我要幾個投影片 好進來 那如果你是要做視訊的部分 通常我們會把背景 設成什麼顏色 你在看電影 沒有電影的時候什麼顏色 看電視 沒有電視節目的時候 是不是都黑色的 變成這樣有沒有 假設我就一張照片進來 如果沒有任何具備的 那當然就直接貼進去效果不好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我進到圖片這邊 記得這關鍵字是用在圖片的 用在圖片的 比如說我們東海 你如果要找Logo好了 東海的Logo Logo 好如果你是這樣找 也會找到一些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先點看看 不過這個地方 螢幕上 上面好像看得出來 你們的看得出來 這裡有那個嗎 這裡有沒有 後面好像賽車格這樣 那如果你找到這種 恭喜你 這是透明的 進去就OK 但是如果你找到的 是比如說像這個 這個 東海實在太好 好多已經前人幫你做好的 感謝他們 但是萬一你找的 這個我就不知道 怎麼那麼好 連高中都都好的 哎呀 這樣很難談 好創新預設沒有 有沒有 這個時候 如果你直接把它拿進去 請問會怎麼樣 狗皮藥膏啊貼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不好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有兩種方法 有兩種方法 如果你一定要剛剛那一張的 就是自己的 你可以用 我們這裡面有的軟體 請問你有沒有用過Office 有沒有用過Office 2010以後的 比如說Word或PowerPoint都可以 假設我用Word或PowerPoint PowerPoint在哪裡 哎 PowerPoint跑去哪裡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沒有啊 哈哈 20 哎 在這裡有沒有 哦2016了 吼 這一面都有 但是我這個讓他先開 我先講 後面的關鍵字 如果你今天你要找的是什麼 就是一般性的插圖的話 我進到這邊來 比如說我們來找 啊 你想要喵咪還是狗狗 好 女生嘛 假設我這樣 這樣找 有沒有 照片的一般的也會出來 好 但是你看看我一樣的關鍵字 但是我空一格加上PMG 你有沒有覺得貓便比較乾淨一點 一樣的關鍵字啊 可是怎樣 格式不同 好 我們點到他 你要這一支 還是要這一支 你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是去背好的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哦 請問這一種的 直接複製過去OK嗎 我跟你講 如果你拿到POWERPOINT 是可以的哦 我拿這個有背景的給你看 好不好 你看 直接建立 如果你是在 微軟的軟體裡面 這樣貼進來是可以的 因為微軟只是他們加的好 有沒有發現進來就OK了 可是呢 如果你不是微軟的 不好意思 你怎麼會的事情 自己處理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各位 如果你不是用在微軟裡面的 請把它儲存下來 你把它存檔之後再怎麼樣 再拿進去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因為呢 你看 明明都是在剪貼部的 我在這邊貼上 有沒有發現有背景進來 雖然看起來好像是那個 但是那是黑色的 可是呢 如果你在這邊要加入圖片在哪裡 在上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注釋 它翻作注釋是比較不好 但是 英文真的是 Internet 確實是中文翻作注釋 沒錯啦 那從這裡有沒有 圖片 我就找到桌面上的這個 這一張 看起來好像一樣 拿來外面有沒有不一樣 這樣你了解 就是微軟以外的 你必須要把它連存下來 這是必須要注意的 那我們在這邊 一樣的關鍵字 可是我搭配不同的圖片屬性 加上SVG 你有沒有覺得 比較卡通一點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SVG是屬於向量格式 像各位平常以前接觸到的Flash有沒有 那種向量格式 卡通都是比較向量的 所以PNG是點陣圖 所以像照片的就會有 所以如果你要這一支 有沒有這一支應該是沒有透明的 但是我們找這一支 有沒有 這是都透明的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搭配看看 你不同的關鍵字 那就可以 那如果我一定要把這個變透明 或剛剛這一張變透明 怎麼辦 一樣你可以先把它存起來 我們可以拿到哪裡 或者你用複製也可以 我按右鍵直接複製就好 我拿到PowerPoint裡面也可以 因為呢 Office裡面目前 Word跟PowerPoint 有去背的功能 2010以後 好 那你點到它之後 到哪裡 到上面有一個叫格式 有沒有 看一下左上角 有沒有叫移除背景 這個功能大家有用過嗎 有的有 有的沒有對不對 我們試看看嘛 點進來 好 你一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在這邊 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一個範圍 所以你先決定好 你要最後圖片的範圍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哪裡要的 或哪裡不要的 用這兩個標記 點一下 那我就在這邊 這裡是不要的 畫一下 有沒有就不見了 畫一下 畫一下 它怎麼這麼 這麼遜 我用到錯了嗎 這些都不要的 哎 這個太差了 糟糕了 這裡要的 對啊 哎 處理這張效果比較差 我換一個好的 好不好 這個我拿掉 我們換一個 換 剛剛另外一隻 這個 好 我用貓的 好了 這個好的 按右鍵 我一樣把它複製 拿過來 你在Word 跟PowerPoint 都有這個功能 喔 好大隻喔 好可怕 好 那我把它 後退後退 縮小一點 好 那一樣 點到它 進到格式 移除背景 所以你在 有沒有 這個效果就不錯吧 嘿 那 跟我們剛剛講一樣 你先把你要的範圍先弄好 好 稍微弄好一下 OK 那上面 有不要的 你就畫一下 這裡 畫一下 有沒有 不要太認真喔 老師都叫你認真對不對 但是做這個 不要太認真喔 我都隨便畫 有沒有 知道為什麼 不要太認真嗎 因為平常 你會用的方法是 你在 沿著那個邊緣 這樣去找對不對 這個不是 這個就是你在 不要的那個範圍 或要的範圍 直接在那個範圍裡面 做就好 比如說 哎 這裡我 我也是不要的 我就在哪裡 這個地方 很邊邊 但是我在是不是 不要的那個範圍裡面 按一下 它就會幫你算啊 這樣你了解嗎 當然它沒有辦法算到很細 比如說像 因為我們這個毛髮嘛 所以它沒有辦法算到很細 可是至少就是一般的圖片 效果還可以 那麼 如果你做好了 你看保留 請問有沒有去背 有對不對 但是重點來囉 如果你要拿到 微軟 你又要軟體怎麼辦 按右鍵複製 那你不是又走回老路了嗎 所以請你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 另存成圖片 所以 那個格式 各位又要認識啦 有沒有叫做可惜式網路圖片格式 這個叫什麼 PNG 這樣了解了 所以它 如果你用它做好的 你一樣可以把它放到 存成PNG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拿到別的 應用程式裡面來使用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你看我們拿到這邊來 有沒有這樣 可以拿來用的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你可以透過關鍵字 就比較容易先找到一些 已經去背好圖片 你就省事 真的要需要的 你再用 微軟的這個工具 也可以 好 好